大家好 我是小群 在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 下禮拜五的新地獄級關卡 王昭君 那他的這個技能的部分呢 是在一血的時候會10個位置燃燒符石 那碰到的話就是扣20%血這樣子 然後一定要手銷場上所有的暗符石 才對他造成傷害 所以感覺直接秦皇直接選暗 就直接一絲一帶走了 那攻擊次數越多的話就是越攻越強啦 那二血的話比較麻煩 二血的話呢 他是這個水火15噸 不是水暗15噸 那就是那個換變空間啦 然後還一定要手銷6C 一定要手銷6C 所以你可能要排直行 然後把這個水跟暗珠切開 才有辦法對他造成傷害 而且他直接打你直接扣100%生命 所以機會只有一次不成功變成王魂 超告白 所以這邊一定要帶牌珠卡 不然就直接帶青石皇 直接轉暗水暗 欸 暗水暗也不行 也是要稍微排一下這樣子 因為要剛好1515 欸 青皇其實不用 你選這個水珠 水珠20顆 暗10顆 那暗珠就靠天這樣就好了嘛 欸 但是你一定要排出6C 所以還是需要排珠 真的很靠北的一個技能 好 再來的話看到他的主動技能是 弱焰之魅 CD5非常短 那他是光的妖精族 那妖精的攻擊力1.5倍 那每手P消除一族符石的話 將產生一粒妖竹強化符石 最多8粒 那他是可以一直持續的 持續到沒有消除種族符石 那很明顯他就是 蠻適合可以放在山藏隊裡面的 因為山藏就是非常需要 種族符石的 特別是像妖精之前可能比較 比較沒有對不對 所以他應該蠻適合放在妖精 放在山藏裡面 比較可惜的是他只有妖精增傷1.5倍而已 而且他產生了妖竹強化符石 山藏也只能吃到這個種族符石的增傷 他並吃不到這個 因為山藏本身也不是妖竹符石 也不是妖精 所以其實這張卡其實有點矛盾 也是有點矛盾 不過到時候出來還是可以來實測一下 那放在一般的妖精盾裡面的話也是可以 不過而且現在這個妖精 基本上都是都有兼具 所以他這個技能應該也還不錯用 那蠻推薦可以練一張的 那以上就是關於這張新卡的資訊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幫我按個訂閱 跟下角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